苏迪特台风在乌来山区带来了强大雨势 也因此造成了南氏溪溪水暴涨 夹带大量淤泥的洪水冲进了当地著名的温泉街 所有店家的地下楼层都被淹没 虽然溪水已经退去了 但却留下了又高又厚的沙土 店家损失惨重 面对怎么清也清不完的淤泥 真的是欲哭无泪 台风过后乌来美丽山川全变了样 南氏溪畔处处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景象 断裂的温泉管线 漂流木还有碎裂的泥块 沙土全都堆积在一块 一旁当地著名的温泉街店家 地下室已经被洪水冲毁 宛如废墟一般 可想而知当时溪水有多大有多猛烈 竟让这个有着台北后花园美称的温泉香 成了如此残破的样貌 八十年以上从来没有 乌来没有这样子 这次显示真的大家都很惨重 再来看看温泉街的店家 大家都还忙着清理被土石冲毁的地面 一楼部分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泡汤了 只能丢弃 店内空荡荡的 但是墙面被水淹过的痕迹 依旧是清晰可见 一楼都淹到这边 淹两层楼 里面所有的商店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毁 那个冰箱一台十几万全部都毁 大概我们全市一百多万 老板带着我们来到了灾情更严重的地下楼层 眼前的画面恐怕不是只有一个产字能够形容 又高又厚的泥土堆满了整个地下室 真不知道何时才有办法清理干净 里面的那个隔间什么都坏掉了 那这沙就是跟着河水一起进来 沙水就跟着水进来 进来以后就没有办法出去 因为我们有隔间在 沙没有办法出去 就一直累积上来 前来帮忙打扫的清洁队员 除了用圆锹一铲一铲把沙子铲到屋外 又利用桶子搬运沙土 虽然已经忙了两三天 但剩下的土堆还是很多 大家都很惊讶 因为一辈子没见到过如此严重的台风灾情 苏黎勒台风冲毁了乌来无数店家一身的心血 面对漫长的重建之路 居民还是彼此鼓励 还好大家都安全 钱再赚就有 记者陈平张门奇 乌来采访报导